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了北部的知名景点 淡水 来到淡水要玩什么嘞 逛逛老街 吃吃啊给鱼竹 这样你就满足了吗 今天呢 我们要跟着淡水区渔会的脚步 来一场淡水party逍遥游 享受护尾一日行 现在啊 就跟着亚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它上面的木辣椒 一只一只亮亮的 好像一颗小钻石哦 看你吃这馒头都是油 我想应该也很好吃 团长 这是鱼眼睛吗 这是船的眼睛 我看到它的脚了 它会咬人吗 两只脚 一双眼 探索海洋新感动 发现娱乐新世界 淡水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形 东有大屯山脉 西有观音山脉 山面街有屏障 早期为交通贸易繁忙的港口 日后因河道淤色 淡水港逐渐没落 民国七十年 鱼业鼠批建第二鱼港 成为北部重要的鱼港之一 过去淡水以鱼业为生 但随着环境变迁 热闹的鱼港没落了 游船变少了 但游客变多了 淡水的美作为海岸原住民的 渔人最清楚 在地渔会便结合渔民的智慧 与观光景点 规划了完整的漫游淡水行程 供游客报名参加哦 淡水派对校游Part 1 即将带领大家启程的是蓝色公路 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我看不只爸爸妈妈和小朋友很期待 我们的Hia也露出很期待的表情 现在就让我们踏上 淡水蓝色公路之旅吧 今天我们蓝色公路之旅 在我身边这一位 就是我们的导览员 耶大哥 你好 你好 大哥 我想问你哦 就是我们的蓝色公路啊 总共有几条支线啊 它有推出三条比较简单的 大概在一个小时时辰里面的 这种短期的这个行程 一个就是走我们淡水河 一直大概到关渡桥这一段 就完全介绍我们淡水老街 跟巴黎这边的一些风土民情 名胜古迹 另外一个呢 就在我们现在对过去前面 这个是台湾海峡 由这里往北海岸呢 我们就走到这个 那个周子湾海水浴场附近回来 那这个呢 就介绍我们的渔业生态跟沿岸的一些景观 那往左边呢 这个是另外一条行程 就是往南的方向 左边这边呢 对 可以一直往这边 经过了台北港 然后到桃园的竹葳渔港 这个是我们第三条的这个简单的航线 那还有一种我们推出是可以过夜的 绕岛的那种行程 就有一点半体验远洋的那种生活 对 我们可以去外面过夜 可以在船上过夜 没想到淡水蓝色公路的行程这么丰富啊 各位朋友啊 这么好康美丽的海洋之旅 你怎么可以错过呢 夜大哥 那一栋啊 上面有一根旗子白白的那一根 那该不会就是红毛城吧 是 那个就是红毛城 这个红毛城在河南人来占领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就盖了 那一直到现在呢 那是我们台湾的一个一级古迹啦 夜啊 我现在带你呢 看一下观音山 观音山在台湾巴景里面来讲是很出名的一个 夜大哥 那我问你哦 为什么这个山叫做观音山呢 这观音山的名字由来 就是因为它像一尊躺着的观音 它的躺法是投在我们船头的方向 那中间的地方呢 基本上它是它手肘 手肘的一个地方 那它的下半身呢 就延伸到巴黎蛙子尾这一段 这就是它的下半身 它的袍子长 从河面看淡水 真的是视野大不同哦 在这趟蓝色公路的旅程中 不仅可以欣赏水岸风光 在导览人员的详细解说下 也会带你走一遭淡水景点的人文之旅哦 大哥 我问你哦 你今天是跟谁一起来 跟一家的老小一起 那你们怎么会知道 可以来这边坐船啊 网路上啊 看那个就是鱼人马船这边 跟他们坐船 所以就有说 就计划我们来这边坐船 就是我们的船船 踏上我们蓝色公路之后 感觉怎么样 还蛮好 还蛮好 这里可以了解 就是船长会讲一些 这边的历史啊 这方面 那我们看到说 原来又有很多东西可以看 然后还有什么历史这样子 哈啰 你们好 我想问你们哦 你们在这一趟旅程过程当中啊 你们有没有发生什么 特别的事情啊 其实以前在淡水的时候 都是在路上 因为刚才淡水门 而这次来的时候是从海里 在海上 河上 往路上看 那里面都不一样 小朋友你们来这里好不好玩 好玩 好 那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们大家 你对这里看到了什么东西 红树林 还有什么 红树林 还有嘞 白鹿 有一些白鹿丝停在我们的红树林上面 对不对 那你会晕船吗 会晕船 哇 那你嘞 你最喜欢什么 你最喜欢跟摄影机打招呼 好 好玩哦 一起来玩 结束蓝色公路之旅 回到渔人码头 当然别错过这片丰富又精彩的港区绿地 300多公尺长的木栈道 是欣赏淡水河景 夕阳风光的最佳景点 著名地标秦仁桥 白天与夜晚风情各不同 也常成为新人婚纱的背景 玩累了还可以到木栈道旁的鱼长咖啡馆 享受着微风吹拂 欣赏烟霞细灶 就这样静静沉醉在淡水之美中吧 这个面真的很漂亮 它上面的布拉鱼一只一只亮亮的 好像一颗小钻石哦 你说好不好吃 看你吃这个馒头都是油 我想应该也很好吃 周周看节目抽好礼大奖等你拿哦 最精彩的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题目就在影片中 淡水PARTY逍遥游PART2 即将就会在渔业温化体验馆热烈地展开 听说里面真是好吃又好玩 摊吃又摊完的我 当然要赶快进去看看咯 跟着我一起走吧 淡水PARTY逍遥游 第二游准备出发咯 墨鱼XO醬你有没有品尝过呢 今天不仅让你品尝 还让你尝试料理DIY的乐趣哦 好多小朋友 小朋友你们好 一二姐姐好 大姐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在拌面啊 拌面用什么东西拌啊 这种拼拼有气就是这个 是这个吗 对 布拉鱼 真的是布拉鱼哦 对 它曾经过的农会会大清品之一哦 它也是代水盐海所产的 布拉鱼 就是蜗云鲜酱 那这里面还有加什么东西啊 有加辣椒 然后葱 还有红萝卜 等等很多的材料 那我也要一碗 好 好 好谢谢 这一碗尾布拉鱼 看起来真是可口又美味啊 不过布拉布拉鱼 可是有法令规定的哦 目前政府制定了 布拉鱼资源管理政策 渔船需经由当地主管机关 审核作业渔场 并在每年5月1日至9月15日间 选择连续三个月为禁渔期 另外渔船回港后 还需缴交鱼捞日志和销售记录 并遵守末苗捕获量之规定 希望创造渔民生计 及生态保育双赢的局面 哇 这个面真的很漂亮耶 它上面的布拉鱼啊 一只一只亮亮的 好像一颗小钻石哦 对 它就是我们的小星钻 就是鱼 哦 小星钻 哇 听起来很高级耶 那不然我们现在一起来吃吃看 小朋友我们现在一起来拌一拌 诶一拌三开动哦 一二四 还好没有人先吃 好啦我们要认真哦 一拌三 很好吃耶 它每一只鱼啊都很有嚼劲 配在这个面里面呢 因为面是软软的 然后再配在这个面里面 再搭配一些蔬菜 吃起来很有口感耶 你说好不好吃 好吃啊 真的假的 看吃的芒果都是油 我想应该也很好吃 那你有吃到红萝卜的味道吗 有啊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你才有吃到什么口味 椰蒜 真的假的 哇 它以后是美食家耶 它连蒜跟红萝卜都吃得出来 不错不错有前途 这个酱啊除了拌面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吗 当然有啊 我们人家就是要来做包水饺 包水饺 好 我没有听错吧 提亚 赶快带大家见识一下 这瓶酱料的神奇魅力吧 你们当初怎么会想要把这个鲍鱼鲜酱 跟水饺做结合 因为这个鲍鱼鲜酱的话 它的味道是比较浓郁甘甜 那我们把它用来搭配蔬菜 如果加肉的话 我们的口感会更赞 对 而且不用加任何调味料 就很好吃 你们包水饺的时候都加什么料啊 就只有猪肉跟红萝卜 你真的会包水饺吗 会啊 真的吗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包水饺 看看到时候谁会煮水饺汤好了 第一届娱乐杯包水饺大赛正式开始 第一队呢 叫做No.1 我手边这一队 Better than No.1 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开始 墨鱼酱水饺DIY现在就开始啦 只要跟与会报名体验行程 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享受包水饺的乐趣 也能更亲近当地漁乐文化 哇我们现在水饺都煮好喽 这个失败的就是我包的啦 好啊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来试试看好不好吃了 来 来 来动手吧 鱼鱼鱼鱼鱼酱搭配这个蔬菜跟那个肉的味道搭起来是很赞的 对啊 好喝很赞对吧 这很好吃耶 小朋友你们觉得咧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感动销魂水饺啊 小朋友你们开不开心 开心 各位观众看到没 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非常的开心哦 这罐酱的威力啊实在是不同凡响 是大家送礼自用的好选择哦 好看哦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食物啊 就是瓶末听书的时候 瓶末都所遗留下来的 我看他的脚了 在这里 在这里身后这栋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可不是游客中心哦 它可是藏有淡水文化记忆的渔藏文化馆 就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观众朋友啊 走进这里 让你将淡水的渔业一次看个透 从早期淡水的渔获谈起 还有许多珍贵的渔具渔法 历史照片让你大开眼界 现在呢在HIA右手边的这一位 就是淡水渔藏文化馆的馆长 叶馆长你好 你好 馆长我发现我在这边逛了一圈之后 有看到很多淡水渔人的回忆 还有一些好像很珍贵的东西 那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因为有鉴于我们淡水渔业 那个渔业逐渐日渐没落 那我们淡水区渔会 于既然2010年成立了淡水渔会 鱼藏文化馆 那藉由我们里面成立了很多老旧的照片 还有一些那个渔具渔法跟捕鱼的用具 那让我们来渔人码头游玩的游客 不仅可以欣赏到很漂亮的风景之外 也可以让他们了解一下我们渔人码头的历史文化 馆长我刚刚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这个啊 它是什么东西 它看起来好像不太像船 又有一点像船 它是船 它是我们淡水很具特色的 它叫三板船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那个缩小板 那小姐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带你去码头那边看一下 我们实际的三板船 真的吗现在还有 有有有很多很多 哇那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好啊 嗨 鱼大哥 你好 这位是蜥仔小姐 他想要跟您分享一下 这个三板船的历史文化 对啊 鱼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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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三板 想要怎么叫做三板啊 淡水就是像说三板的由来啦 因为以前的岁台鱼就是这个由来 在早期因为我们一般的三板船是都用那个木头做成 它是由三大片的那个木头所组合成 那我们不会叫三板嘛 那翻成台就是三板啊三板啊 所以它又叫做三板船 那我们最主要三板船的颜色有那个红色 绿色蓝色跟白色 那个白色的部分就是代表太阳 哦 那蓝色的部分就是代表那个海浪 下面有绿色就是代表海水 那看起来很像一个皇冠 诶 船长 这是鱼眼睛吗 这是船的眼睛 是船的眼睛哦 你注意看 看那个眼睛它是看向下还是向上 向下 对 那向下的话就对 可是这一艘是鱼船 我们就是要帮我们的船主找鱼货 让那个船 那个鱼而无所遁形 那如果看眼睛向上的话 它就代表这一艘是上船 它就让它们能够早日到达目的地 哇 所以有很大的意义 向下看就是你这 对 向下看就是鱼都没有办法逃过我们船的法眼 祝您满载的各位 拜拜 现在这些三板船已经成为淡水的异象之一 见证着淡水的鱼业发展 淡水地区的鱼业特色可不只有三板船而已哦 待会当地骑劳 要带我们去认识淡水另一项重要的鱼业特色 听说这项鱼业特色跟淡水旧名称酷伪有非常大的关系哦 走 出发去给大家认识一下吧 馆长 我们到了吗 嗨啊 我们在这边 这边就是我们的淡水石户啊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呢 这个石户啊就是明末清出的时候 田埔族所遗留下来的 可是我知道澎湖那边有双新石户 我不知道淡水这里也有石户哦 对 没错 因为我们在早期差不多三百年前 从我们的金山万里石门三支一带 然后就一直有差不多有三十几口的石户 那一直到我们这边就 所以我们的地名之前又叫做猴辈 就是那个石户的尾端叫做猴辈 我们淡水地名古名有两个游来 一个是石户的猴辈 然后一个就是下雨的 下到这边尾端叫猴辈 所以雨到这边就停了吗 对对对 为了让民众了解石户的构造 但水区会定期举办导览活动 希望传承这项台湾早期的传统渔业 馆长 石伯伯好像在那边看 是不是有什么渔获耶 对啊 石户建造的原理就是 它利用那个长退潮的原理 那长潮的时候鱼儿会游进来 然后退潮它不会出去 就卡在那个石头里面 所以那个渔民就利用这样子原理 然后用竹竿去敲打那个石头 然后抓他们的渔获 阿伯 你起头走得太近了啦 我都队不着你的脚步 我太大了 你看 我也是吗 没有啦 你要抓虎我就抓你 来那个蚊子下去 蚊子 我抓蚊子 没有跟我的 我那个虎抓 你把它针下去就知道了 针下去 怎么针 你来看就好 对 我的蚊子 要来看吗 好 对 这样做 哇 essa 陛驢 阿伯 화장得了什么蚊子 这是鳥鱼啊 池锥啊 政府人self 我们的Ś兜啦 我们能主持肉 脆胀 是动了吗 所以我终于助它吐跳 这是西脚哦 这个是坐的 这鱼呃有业水 我们学名叫做象鱼 那一般俗称就是充裟 那我們上面這個其實它是有毒的 一般如果被它吃到的話 我們就要用一種東西下去洗 各位小朋友知道嗎 試試看 這是什麼 這是阿摩尼阿 阿摩尼阿 那各位知道什麼東西裡面阿摩尼阿 對 你也就真好聰明 就是要用尿下去解毒 對阿摩尼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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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隻魚是在那裡裡的嗎 對阿 那不是一隻鵝頭鵝下的嗎 沒有阿摩尼對阿 摩尼阿 為什麼要用摩尼阿 現在就牽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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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 喔 有喔 有喔 我們就不可以瀚了 對我們就好 這樣就好 阿摩尼阿 為什麼要放那隻鵝頭 這裡還要放那魚網 那就是 他現在是鵝鵝派去 喔那是派去了 派去了 派到鵝都派到魚 這是因為說以前啊 鯖頭還沒刨起來的時候 就可以扣鯖頭來 可以抓到魚 不過鯖頭現在刨起來了 所以要扣這個幫忙 早期是用竹竿去敲打石頭 那一般我們現在的食物都是利用那些魚網去捕捉 那我們只要在退潮的時候 魚夫就會下去把那些 把那個卡在魚網上面的魚貨抓起來這樣子而已 你們有看過這樣子的捕魚方式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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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有沒有人知道這個捕魚方式啊 是靠什麼 什麼大自然的力量 讓我們可以捕捉到魚的 你答對 阿伯 我問你好了 那是因為 掌槽 那退潮可以讓我們捕到魚 那它就掌槽 捕魚去捕到蚊子就抓了 喔 要捕到蚊子 那退潮可以捕到蚊子 那魚就抓了 石戶是早期漁民用來捕魚的陷阱 漁民們將石頭堆砌成摸字型的提案 利用潮汐的落差來圍捕魚蝦 只是海洋資源的枯竭 讓石戶的經濟價值已經不復以往 如果想要認識淡水石戶的民眾 可以參加淡水區域會的導覽行程 看看如何用石戶捕魚 親自體驗淡水漁業的發展與變遷 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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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抓到了一些寄居蟹 對 還有一些草 這個是蝕蟳 我們都把蟲蟲 把蟲蟲來為之 這是一種蟲蟲蟲很高的植物 也出生海菜 在這裡的孩子啊 真的有一個很棒的自然教室 是沒錯 在這邊看到很多的生物 在那個盒子下面 還有一些豬蕾 很多很多 可是我們來這邊看 我們要記得把這些生物換回去 我們要維持生態平衡 我們不可以把它抓回去吃 這一趟來到淡水 不僅好吃好玩又有收穫 我們走過了藍色公路 聽到了很多歷史故事 也看到了我們傳統的食戶捕魚 在這裡真的很值得大家來走一走 尤其在假日的時候 爸爸媽媽就可以帶了小朋友來到淡水 不僅吃吃喝喝 勾逛老街也可以來體驗我們的 淡水Party逍遙遊 來到北台灣淡水 一日遊的行程該怎麼走呢 報名淡水區一會的淡水Party逍遙遊的行程 或許是不錯的決定喔 早上可以先搭上藍色公路的娛樂漁船 從水面瀏覽淡水、巴黎、灣渡的各個著名景點 回到漁人碼頭後 可以逛一逛廣大又美麗的港區 欣賞淡水海洋風光 下午可以來到漁業文化體驗館 親身體驗漁玩三版DIY的樂趣 官網可以來到淡水老街逛一逛各式小店 嚐一嚐道地小吃阿給、魚蔬的美味 最後在淡水河邊欣賞暮色落日的水漢美景 結束這一天精彩又豐富的淡水之行 周周看節目抽好禮 豐富大獎周周送給你 淡水有三條藍色公路 節目中行走的路線是 淡水三版船手的魚眼向下 代表了意義式 底下合著是淡水地區重要的漁業特色 手插網它有分這邊跟後面 右手在這邊 要這樣子走 這樣子拍你走 一筊啊 你要睡一筊差不多十六台錢了 這間是都差不多十五、四十萬 怎麼那麼爛啊 你從來爆頭啊 喔看到了看到了 一顆一顆黑色的點 這間的黑色少人